好 安壮持續帶您關心 颱風也對高雄的古山造成了不少的災情 現在記者所在的位置就在古山區的建國三路上 其實可以看到記者旁邊的這處圍籬 其實它原本是一個工地的鐵圍籬 但是就是因為昨天的強風 這個鐵皮其實也不堪強風的吹息 因此整片傾斜 甚至有部分是倒塌在了地上 我們也可以看到透過鏡頭 其實當中有一些鐵片 甚至是直接掉在了地上 砸在了地上 工地也是趕緊在附近 拉起了黃色的封鎖線警戒 其實它在旁邊的車道 也架起了三角錐 就是希望用路人能夠小心通行 另外我們也是可以看到 在這個對面 就是古山區的河濱國小 當然在國小周遭 當然都有種一些路樹的部分 不過這些路樹也是不堪強風的吹息 有的傾斜有的甚至連根拔起 直接倒在了這個人行道上面 因此相關單位也是趕緊拉起了這個黃色的封鎖線 希望提醒一下民眾 而現在記者人所在的古山區 其實稍早也有收到一封簡訊的通知 因為昨天的古山區桃園裡是有發布土石流 以及大規模的崩塌警戒 但是今天是把這個警戒來解除 不過也是提醒民眾說 這個連日降雨 山區恐怕會有零星的崩塌 出入山區還是提醒民眾要記得小心 而且要注意氣象資訊 那以下就是現場最新 就知道了 要注意 可以 但是 我們可以